什么时候要用手机? 差不多除了睡觉的时间 都是有在用手机 蛮长的 至少八九个小时 还行 反正没有生病 脏很脏 全是脆的 有时候觉得自己的手机还蛮脏的吧 可以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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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脏啊 天哪 这也太恶心了吧 这是我手机的吗 天哪 我以为你自己放上了 放下来 放下来 拿走 会啊 现在就想给手机消毒 要要要一定要 一定要 好啊 那这个怎么使用呢 嗯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有没有消毒效果呢 可以消毒 还能无限的消毒 再充电 我觉得最好的是比较便携 而且很轻巧 像我平时出差的时候 可以在酒店里面 可以给网卡消毒这样子 它可以给我的手机消毒 然后应该也可以消其他的产品吧 然后呢 它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 摆在桌面上拍照的时候 感觉可以当个装饰物类的 嗯 我觉得它最好的地方就是 可以消毒 不过它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边充电 然后边抗锯 还可以单指甲用 这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 我觉得挺好的 可以推荐给朋友使用看看 嗯 我觉得挺好的啊 身边的人都可以做到 有这种保护意思很好 我也会当成礼品送给他们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产品